荷兰一组联赛周二凌晨继续有比赛进行 届时马斯特里赫特将会做客乌德勒芝青年队 两队赛季整体发挥相差甚远 马斯特里赫特是联赛第一体队 而乌德勒芝青年队则是联赛副班长 既然实力悬殊 马斯特里赫特此行见止三分 乌德勒芝青年队今即成为副班长的最主要原因是进攻端的不作位 目前球队军场入球数位0.64球 是全合以军场入球数最少的队伍 如果将目光锁定在主场进攻端方面 那么乌德勒芝青年队的军场入球数甚至降低到0.43个 只有三人 D.费南迪斯 艾巴洛天和艾基士达在主场开斋的他们 想要避免倒数第一的称号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 除此之外 乌德勒芝青年队目前还饱受连败困扰 目前处于五连败的他们想要打起精神面对马斯特里赫特一并不现实 乌德勒芝青年队是一并无胜算 马斯特里赫特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14轮过后直比榜首和华高斯少计4分 如果本场比赛如愿获胜的话 那摩球队和领头羊之间只有一分的差距 就整体而言马斯特里赫特身处合以第一梯队 攻守兼备式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的原因 目前球队29比19的得失球比远胜不少队伍 甚至远胜乌德勒芝青年队 近况方面 马斯特里赫特同样有令人信服的成绩 球队目前联赛八轮不败 当中七胜一合 最近四轮甚至均能在上半场取得领先 哥斯东斯和史崔克斯两名攻击手最近亦有不俗表现 他们两人目前合共贡献十个联赛入球 甚至还比乌德勒芝青年队全队还要多一球 试问实力如此悬殊的对决 马斯特里赫特此行迎波棋有不胜之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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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进行 Verse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